要問葉源氏 另外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 你到底希不希望韓國瑜 在第一階段就出來登記參選 其實我要講一個 其實大家都沒有觀察到的事情 因為我之前朱立倫 那時候四年前 他其實遇到一樣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 大家都希望他出來選總統 可是他為什麼一直說他不要選 其實他把話講得更死 不是 那時候因為他覺得選不贏 其實我覺得不是 其實我覺得是為什麼 是因為他那時候 他連任成功 但是有2萬票 但是在他連任之前 前半年就一直有人問他 人家隔壁只贏3000票 現在都這麼積極的要佈局了 對 我覺得是人格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 人格的問題 可是你答應 你聽我把它講完 對 你在罵誰 不是 聽我講完 就是說朱立倫 其實在競選連任過程前半年 媒體就每天都問他 你要不要選總統 每天都問他 他把話講得很死 做好做滿 現在做好做滿 什麼好什麼滿 已經變得流行語 就是從他開始 但是是負面的 是負面的 但是他為什麼講這麼死 就代表說他壓根 就沒有想到連任之後 他要選總統 他其實一個臉皮很棒 你說這樣好聽 你害國民黨 你為什麼講那麼死 選不來 不是 當然 大佬你可以這樣講 沒有錯 但是我要論述的是說 其實在他的市長的位置 在他的市長位置 因為他每天要滿很多市政 所以如果忽然間他選總統 其實對他來說壓力是很大 我現在是想說 當然我會希望說 韓國瑜如果他要出來選總統 然後他是唯一勝選人選 其實我也支持 如果說 因為我們一定要贏 所以如果只有韓國瑜可以贏 當然大家都支持 因為我們支持一個贏的 可是我們也要保護他 因為像柯文哲他說 本來他說6月來宣佈 現在又說9月宣佈 其實我之前就講過 他說6月宣佈的時候 我就說絕對不可能6月宣佈 你6月問他 他就會說你9月再問我 我10月問 為什麼 因為他還是市長 他如果6月就宣佈要選總統 酸他的人 已經想好各種方法來酸他 我舉個例子 你之前朱立倫跑去選總統的時候 新北市政只要發生一個問題 馬上就有人說 因為我們沒市長 我們市長選總統 這種是非常常見的 還有算他什麼 他在宣佈參選總統第一天 馬上就有人問他說 你接下來那三個月的薪水 你要不要領 就很多問題就會跑出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秀琳姐你問我說 知不知韓國瑜 如果國民黨只有韓國瑜 可以勝選 當然我們絕對支持 現在的民調顯示是這樣 對 如果說是 所以以現在的民調來看 你也支持韓國瑜出來 如果說 譬如說現在他初選人家 是說6月 6月 如果按照周習偉的兩階段的 所以你認為兩階段會發生 韓瀚的說法說一定會發生 因為黃瀚的 你們不要老說推給別人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黃瀚的說法 非常有可能發生 為什麼 因為6月份的時候 因為這是周習偉自己提出來的 所有參與 總統候選的參選 都可以協調的那個方式 周習偉 可是他只有一票 周習偉 不過是 黃金平都反對就沒有 他參選他就可以講 只要有一個人反對就沒有 他提出這個制度出來的時候 大家不敢反對 因為只要一反對又得罪韓粉 所以大家就會說 好 我們就試試看 同時這也是個信心 我要參選 我不會害怕說 那不要好了 因為我可能不會過 我會輸他 所以我不要 如果說今天只有韓國瑜 可以贏的情況是這樣 當然我們絕對支持 但是我們要保護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如果6月份 他就成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他會面臨到 非常非常非常多壓力 這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朱立倫在4年前面對的壓力 所以大佬講的 應該鼓勵韓國瑜去登記 他6月就成為國民黨候選人 其實他後面會 這條路會非常難走 高雄只要一發生那個 因為你不是國民黨 但我們現在 保護國民黨的角度 我覺得這個問題 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韓國瑜是綜合你剛才的論述 你的意思是說 韓國瑜不應該在第一階段 就去登記參選 但是第二階段應該會發生 照韋翰的分析 會發生 第二階段 如果其他人 還是贏不了柯文哲的話 你就支持韓國瑜 出來把第一階段 出來的那個人換掉 我覺得第二階段 不應該是6月 我覺得第二階段 真的不應該是6月 因為6月對韓國瑜來說 真的還是太早了 就是等柯文哲 9月 對 你如果說真的到9月 9月再換 我們推出來的候選人 如果真的跟柯文哲 差距非常大 我覺得要想辦法 但不見得是要換 但是一定要想辦法 因為畢竟勝選是 是唯一的目的 舉兩個比較生活的例子 大家就可以知道 像我每年都帶著包包 大家問我說 為什麼帶那麼大的包包 裡面都會有一把雨傘 每天都帶 我帶著傘 每天帶 但我不一定用到它 所以韓國瑜 他可能成為國民黨 如果真的需要一個 萬一雨傘破了 我也不能用 現在看起來不錯 你打開破掉了 沒有用了 當國民黨面對一個 檯面上所有登記參選人 都打不贏的對手的時候 那個人是誰 可能是柯文哲 可能是別人的時候 還有沒有人可以贏 那個時候就是第二季單 需要啟動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回事 在6月底的時候 所有檯面上 想要參選國民黨 也登記領表的人 可以擊敗任何可能對手 包含柯文哲 就沒有再去找更強能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所有的男生去追求女生 都是從幫他修電腦 跟共辦讀書會開始 他不會第一天我遇到你就是 我想跟你結婚 你敢嚇死嗎 所以韓國瑜他現在在做事情 剛剛在講到日本 我就玩耳一笑 其實他在做準備 沒關係 大法我把它講完 所以國民黨的支持者 並不是說一定要韓國瑜 而是他們一定要贏 如果國民黨的任何參選人 能贏那就好了 韓國瑜也有可能民調掉下來 就好像前兩天在盛容講的 所以他現在正在做準備 他在做準備 不代表他一定要去選 因為當市長其實很重要 他不要讓他自己的民調掉下來 他不需要去登記 他登記以後反而 這個選項就剔除了 他根本就無法 他不要做對他有傷害的 他現在去登記 他就失去了 國民黨萬一需要他的時候 能擊敗柯文哲的那一個要件 大家講有什麼差別 還是有差別 因為畢竟柯文哲 第一屆的四年已經當完了 還是有差別 他這樣雖然也是落跑來選 所以你就會看到 現在好幾個民調 韓國瑜的這個 支持他選總統的民調 都是反對超過50% 甚至有到65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叫他去講 剛剛紹婷講的 第一個 他絕不可能 第二個 如果他有想 而且你也希望他選的話 他更不可以這個時候去添表 因為他也不一定要這樣做 如果國民黨內已經有可以 擊敗所有可能參選人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出來了 柯文哲從6月頒到9月份 宣布參選 我覺得是有很多 不同的因素在裡頭 就是說國民黨的初選 如果是在6月之前的話 如果不是韓國瑜的話 剛好他可以有很多操作的空間 一下子他可以跟民進黨 看要不要合作 或者是自己出來選 所以國民黨當然必須在 柯文哲要不要選之前 我們要有不同的備案跟方案 其實民進黨蔡英文 已經是非常明確 在這一段時間 去年我們還在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盡快的 要把時間點提早 制度趕快建立 但是現在看起來 我倒是覺得區域立委跟不分區 對國民黨來說可以先提 但是國民黨重要的 幾個重要的國家政策 包括能源政策兩岸的論述 我覺得在這一段時間 黨內應該好好的來討論 面對類似像剛偉翰講的 就是說雨天的備案 我覺得韓國瑜要不要選這件事情 其實在最後關鍵時刻 可能也都不是韓國瑜 他自己要不要決定 當民意起來的時候 國民黨如果出現了這個人 或有可能出現這個人 都還強不過對手的話 其中一個對手 其中一個譬如說是柯P的話 我覺得到時候韓國瑜 他就已經是必須要被民意拱出來 他非得選不可 所以劇本還是要走到2016年那一場 我跟你講 我對我兩邊來邊的論點 我都有意見 不是兩格而已 就所有人都意見 我跟你講 都跟你不一樣 彥秀一再強調 國民黨要討論能源 要討論什麼 我告訴你 當然先進國家都這麼做 但是目前的國民黨 如果越討論這個東西 越失分 兩岸政策也是要好好談 我跟你講 不需要談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談了 疲漏就出來了 第二個 你說到了第二階段 看出來不能贏了 所以就第二階段就來 這個東西你現在想得簡單 到時候是麻煩的 要差多少才能啟動 5%嗎 10%嗎 3%嗎 差多少啟動 對不對 所以你講得容易 你到時啟動說 這不夠 這不贏 好 韓國瑜你來告訴你 這個就是昨天朱立倫講的 對原來的領先的這些人 對原來的第一階段的候選人 非常的不公平 他們不是都嫌不可以 還有你還有第二階段的話 那這些人到底要不要 為了團結勝選不公平沒關係 不是 這些人到底要不要 開啟競選活動 要不要到處去 當然要 當然要 如果我腳軟一碗 韓國瑜一直在等 我是要去選選的 對不對 你怎麼說 我跟你講這是不合理的 這是庸人自擾的 如果說韓國瑜現在第一階段 就去登記的話 國民黨就大家都放暗槍 給民調了 這樣的國民黨 不要也罵 我唾棄 我在這裡吐彈 唾棄 你知道 就不要讓國民黨當選